世大运中华女桌队奋力表现 那么尽管团体赛冠军战是以0比3不敌日本 但是已经拿下银牌 仍然是缔造了队史的最佳记录 团体赛金牌战不敌日本队是以直落三败北 虽然只得银牌 但已经创下了世大运女桌团体的最佳战绩 而且呢对上大陆的比赛表现相当优异 是以3比1立刻了大陆队 比两年前深圳世大运只获得铜牌 本届赛上一层楼 中华桌球女将在客山世大运团体准决赛 遭遇强敌大陆队 中华的教练刘俊玲出奇之上 派出对手不熟悉的李一珍来出赛第一点的单打 画面中的郑宜静来出赛第二点 策略收到效果前两点和大陆战成平手 第三点双打由发球的陈思雨搭配李一珍 两人默契十足替中华队再拿一点率先听牌 接下来陈思雨继续出战第四点的单打 在上一届的深圳世大运 陈思雨在准决赛的第五点连拿了两局后 却连丢三局无缘进牌战 今年卷土重来发挥耐性应战 击败了大陆选手 连拿两点一举率领中华队 三比一立刻大陆闯进冠军决赛 上一次四大运我也是遇小球 最后一分2比0还领先 然后也是输了 然后就想要血迟一下 所以下去很放得开 今天抱着太开心了 我连ending pose都还没有准备好 就已经赢了 太激动了 到现在还有点在抖 在鱼球场上身穿黄色球衣的是 年锦大翼的戴姿颖 首次参加世大运就杀进到冠军赛 世界排名第八的小戴 面对世界排名第六的南韩对手 程池炫16比21先丢第一局 第二局小戴率先取得领先 却被程池炫把比赛逼出了deuce 震控激烈 让两位选手都连连扑倒在地 南韩的程池炫 但不断趁机争取机会休息 最后是以29比27再下一局爆走的金牌 戴姿颖以银牌作收 不过小戴拼战的精神 让全场的观众都鼓掌叫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